他那工业废水那几个字对我触动可大了 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嘛 然后他会觉得我是工业废水 那这个 那这种持综感 你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或者二十年前嘛 二十多年前 那代人身上这种东西相似吗 还是说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真的觉得没有 你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你对自己的那种期待 绝对不会用工业废水这几个字来 其实我讲一个 我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在大学里面教授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学生男学生 都不追女孩子的 其实我站在一个 他们的一个长辈 然后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去观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那些男孩子 我其实家里也会跟他们聊嘛 因为他们觉得 觉得没资格 因为你说他是对女生 又要花时间 又要花钱 而且还不见得能够结婚什么的 就是不过结果是不能保证的嘛 但是像我们那一大人 那肯定是没钱的 但是他们在追求异性的时候的那种自信 那种对年轻生命力的那种确认 然后那种张扬 哎呀你觉得 就像个年轻人的样子 对这二三十年真的变化好大 对对对 对就是那种被遗弃感 缺乏意义感是变得很普遍 现在是 嗯 哎呀我都不知道是他们表达意义的方式变了呢 也可能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昨天还在车上跟我一个学生聊嘛 就算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哪怕在一个不好的大学里面读书 也整天关心国家大事 觉得好像世界上的事情 都跟我有关系一样的 他们就说哎呀不关心那些事情 只关心自己 表达得很直接 其实我的二本学生那本书 主要是写着学生在学校的一些 就像您在照相的时候 他是有个视角嘛 我这个镜头是站在一个讲台的角度 看到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其实我的眼睛背后是有学生 背后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像那些孩子像一个快递一样的 递到大学这个站了 然后递到我的手里来了 然后你打开看了以后 你能够发现他们的整个应试教育 还有比如说家庭成长背景 然后整个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后 对他们的那种很深的影响 我看得一清二楚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一线嘛相当于 你说我这么多年跟年轻人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重要了 第一次明确的感觉到我要记录他们的生活 这是什么时候大概 我真的以前没有那么明确的意思 就是我昨天好像跟您说过 我就很喜欢上课嘛 就觉得学生好玩 然后跟他们很亲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我其实只是一种任务式 但是真正如果说对我触动很大的 就是06年5月份嘛 就因为我那上公共课给全校的任何专业都上 然后那天按计划就是要写作文 然后那天那个天气不好 刮好大的风 然后龙东那个地方啊 左边都是山 中间那一块就是像一个盆地一样的 然后那个风刮起来那种感觉 这心情就是有点触动嘛 然后我就说今天写作文就写风 然后那个女孩子 我留意到他好像坐在前面一点点的位置 就没吭声 我把作文布置完了以后 他也没说什么 就写写写一个人 很沉默很快 大概写了二三十分钟就交给我了 还没下课嘛 看完了以后 我当时心里马上就那种往下落的感觉 他没申请到讲学经 他说很久没有写作了 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 却是自己的心情 糟糕的不能再糟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 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 正正淒厉的风声 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你看 当时其实就是你 你是不是很触动吗 当然 因为我当时对风的感受不是淒厉 然后我没想到一个孩子 会用哀鸣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当年就是对我的触动很大 因为我以前觉得学生好玩 反正我上上课 回去写写我的论文 评评我的职称 你们其实就是我的工作对象嘛 因为以前大家对大学生活的理解都是这样嘛 所以这篇文章突然把你改变了吗 如意上 其实就是改变了我的视角 就是你会觉得 其实你这份工作 不是说面对一些符号 面对一些学号 而是面对一个一个的人 他们坐在你的下面可能默不作声 可能你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背后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后面我专门给自己 背了一堂课 叫做我的第一堂课 当然全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上这样的课 不是跟他们讲专业 就是跟他们讨论一些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 比如说讨论为什么要读书 讨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会拿两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你的学生 他们在谈到自己人生意义的时候 谈到自己困惑 他们有普遍的是什么呢 他们说的也是蛮幼稚的 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读书 他会举出一些很好玩的理由 比如说为了找一个好对象 也有道理 那么古人就书中自我言如欲 他很坦率 我为了赚钱 我爸爸妈妈叫我读 我就读 还有的时候 我要搭搭日本鬼子 就特可爱 他本真 对 因为我就不会给他压力 我说你们 你们抛弃了高中的那一套语言 就你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会说用对错来衡量你们 也不会说用道德的层面来衡量你们 其实就是 把他们的内存 先格式化 这样你们回到本真就很大厉害 回到婴儿时期 就是我是怎么想的 我就怎么说 因为有些孩子 你叫他回到问题的时候 他高中的那一套语言就出来了 智识化的 城市化的语言全出来了 其实我真的 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 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 用很细致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他们最初 他们听到这些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气氛特别好 就是他们发言可积极了 我觉得上课效果真的很好 抢着发言 其实我觉得那个课对学生触动蛮大的 只要上了两三次课以后 如果愿意来找你的学生就来了 有的学生会跟我写很长很张的那种短信 而且你跟学生的交往模式完全改变了 其实我为什么会给他们上这样的课 就说到大学里面来 是人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成长阶段 应该要想一下 让自己真正的成长 不是获得一个文凭 但是呢 其实我在最后上这几年的话 那门课是上不下去的 诶 语欣 这是徐老师 你好 徐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这是雨昕 请雨昕 我知道 今天今天徐老师看着你 找到一个作文了 写的作文 我啥时候写个作文了 哎呀 你看你都忘记了 那个时候交给我的作业啊 我还保留了呀 读 我没有记忆了 我记忆力比较差的 没有 你还写的很好玩的 哦 真明 会识了 会识了 徐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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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真明 你为什么瘦成这样了 你们多久没见了 好像有一年多了 有一年多 跟你没一年多吧 我去你不是到你宿舍去了吗 你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没有 还好吧 我做课题呀 今天暑假 以前什么样 你们上学的时候这是什么样子的 上学 其实你们认出来了 特别的热闹 人特别的多 晚上的话这里真的是全是人 对 而且这里什么都有 哦 特别齐全 我就住过三个地方来说 就是真的隆冬是最方便的 尤其地铁修起来以后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地铁 这是知识分子啊 就是啊 可以 到时候有照片还是吧 对 我们坐这里 那个谁呢 还有一个小伙子 韦福啊 韦福 韦福很快就到了 哎 韦福 哇 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啊 今天我一定在徐老师 帮你这里买一份保险 徐老师 徐老师 这是 哎 你们对黄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 理想主义 就是上课他就很真诚的 直辣辣的 什么都讲 会很平等的跟学生那种沟通 很多同学有什么心灵辅导的 都会找黄老师沟通这些东西 他有一点给我精神导师的一个感觉 嗯嗯嗯嗯 对 你跟他其实还算聊得多的了 在学生里面 因为雨昕那个时候总是不去上课嘛 整天呆在宿舍 哎 为什么呢 你说为什么 哦 为什么不上课呢 没有没有 其实最主要是感觉心里面没有那个动力 嗯 嗯 上课我没有吸收到什么东西 嗯 但是最主要还是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学到这个东西我怎么用 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方向跟目标 像我这种不上课的人挂科会比较多 那时候是接受惨动教训 最多的时候啊 比较痛苦的时候 嗯嗯 但是会喜欢听他去讲精神世界的东西 就是在精神上我觉得 我上他的课很放松 你记得最早让你们写作文的事吗 不记得了 哦 不记得 机心差 对 稿给他看看 结果真机还留在我那里 对 在龙洞上学偏一点吧 离开广州城远一点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以前说偏哦 但是现在一点都不偏了 以房价为基准 来去衡量这一切对吧 对 对 说到房价 嗯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房价的感觉还不那么明显 应该说这样 我根本就不了解房价这个东西 嗯嗯嗯嗯嗯嗯 对 就是特别物资 但是就等我对房价有这个认知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去到两三万以上了 你是不是开始对房价有认知了 那肯定毕业已经 我毕业都两三年之后 就像严师兄说的 他当时的房价是两万多 在我毕业的时候呢 是上升到五万六万多了 压力还是挺大的 我后来是慢慢躺平了 就是觉得有些东西的话必须接受 不接受自己会更难受合并的时候 所以当那年轻人不想努力 其实也是有任意的 好像大家现在已经把公务员 当了最终的最好的工作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最终的一个抉择了 我02年硕士毕业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考公务员 好像现在是有很多 可能就是工作了几年之后 回去考公务员 这种就是真的知道稳定的好处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对自己未来什么期待吗 说到底还是那个安居乐业 其实还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达成了 我觉得我这心情会放松很多 嗯 其二的话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可以一直从事下去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前提是满足第一点 或者是跟老师学习写一点点文字之类的东西 你是可以写的呀 你想写什么呢 我不知道 哈哈哈 你把昨天八一只写的挺好的 我等一下拍照好给你看一下啊 回去以后 原本不应该是我的吗 哈哈哈 反正那个作文永远属于你们 嗯 原本你们拿那想拿回去就知道我这里去拿 嗯 嗯 好的 我我等我有勇气的时候我回去看一下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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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时空感 嗯 一个是我自己读大学 嗯 一个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 一个是我带的第二届学生 嗯 刚好就差不多十年 嗯 嗯 就哎感觉变化蛮明显 嗯 因为我经常会觉得我们七零后这一代特别的信任 嗯 尤其是读书出来的 嗯 然后学生我特别理解他们 嗯 零六级的学生就是我当班主任嘛 嗯 他们10年毕业嘛 嗯 他们其实是不吵工作的 甚至一个学生拿几个 嗯 嗯 对对 而且他们从来不担心我留不下广州 嗯 从来没有学生跟我谈论毕业以后房子怎么办的问题 嗯 但是我 呃 大的第二届学生就是要五年入校的要九年毕业的学生 那他们有时候有个男孩子直接跟我说 他说黄老师我一直观众浓动的房价变化 哦 嗯 因为我们学校会听很多那个广告嘛 嗯 他说哎呀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是多少现在又是多少 他说真的 他说黄老师好难啊 他就就这么跟我说嘛 嗯 然后这个气氛对于 对于你教的学生的这种变化影响是很很直接吧 非常直接了 嗯 就是大学生会觉得 嗯 也就是说性价比低了 其实我一开始写这本书 我要表达的观念就很明确了 其实就是说 那个教育产业化以后 教育和那些年轻的命运之间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嗯 很多网友啊 会说 你就看到了问题 但是你没有提出方法和解决的措施 嗯 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这个他们也是没有答案 也不是 不是瞎说 其实每个人都渴望有答案嘛 嗯 那你给个初步答案呢 嗯 你肯定在想一个问题嘛 就是 其实真的还是找到自己 嗯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这就是我的通道嘛 嗯 我找了很多弯路 我一直在维护自己的那种很脆弱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写作其实是把自我建构起来 那就是我们老家以前的那个大门 就留下的那个东西别人没有 都没了 对 我忘记是在五大十二年级还是在中大一年级 我爸有一次问我 他是你们自己搞温学批评的到底在干什么了 哎呀我那句话问得我好羞愧啊 嗯 其实我觉得他那句话对我触动真的蛮大的 我后来经常反省 嗯 就是你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特别坦诚的回答 哦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就不好意思说啊 嗯 我从小的话我的脑子里面就是 一定要离开这里 就给以前的生活 就一刀两断 嗯 你看我从小在我外婆家长大我就会 小孩子敏感嘛 嗯 你就会残阴观色 嗯 我外婆我舅舅对我会特别好 但是我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嗯 有些事你是要收敛一点的 嗯 然后我在我外婆那边 那个生产队啊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大概就是六岁多 嗯 嗯 他们在那个赛鬼瓶里面分骨子嘛 我就去找那个队长要骨子的 嗯 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不是这里的人啊 你都姓黄 他们都姓鲁 哈哈哈 小朋友就有身份困惑 有 真的好明显 我觉得我特明显 嗯 嗯 我那个时候回来我都不叫回家的 我说到你们家来了 嗯 然后我我姐姐她因为我讲的话跟他们不一样嘛 姐妹之间发生矛盾 她就觉得你连讲的话都跟我们不一样 你是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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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所以我从小的话我的脑子里面就是 那种独立的愿望特别强烈 嗯 然后也更渴望得到尊重 就想好出去 嗯 嗯 你看我们前面那条路啊 嗯 你知道我每年最期望的事情是什么 我虽然说那个时候说回家了叫做你们家哦 但是我每次一放寒假和暑假那几天 我就知道我也赶快回来 嗯 因为我知道那些在外面读书的 我爸爸的那些学生他们放假了 他们放假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我们家来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赶在这几天赶回来 嗯 赶回来就听他们聊天 而且那些学生他特别乐意跟我爸爸描述 外面是什么样子的 嗯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海口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北京上海天津 好几个就在那边读书了 嗯 所以你其实确实一直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 很向往很好奇 嗯 真的 就特别渴望的就是那种诗于远方 哈哈 我当然是不满意嘛 因为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方丽萍的 他都考到北大去了嘛 对 嗯 我还是喜欢读书 我老婆在工厂也一直读书 我是最早一批下岗的 嗯 还挺开心的 就自己开始复习考验了 当时国内最有名的唯一批评家是谁啊 那彤庆平啊 千里群老师啊 千里群老师啊 千里群老师当年很有号召力的 嗯 他那时候在我们学校上课 三百个人的教室 窗台上坐满人 哇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学术的理解和向往 就是应该是那种场景 对 是吧 嗯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挺 就是那个飞跃 您做工人 嗯 做了一段时间工人 然后突然考研究生 嗯 然后进入那样一个语言系统 嗯 那种学术生活 真的吸引过你吗 其实呢 也还挺喜欢的 嗯 就是你思考问题的时候 写作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 嗯 但是你后来发现你写的东西 就那么几个人看 你会觉得好像白干了 嗯 就那种感觉有点沮丧感嘛 嗯 然后后来 再后来又写的话 整个学术环境变化以后 就就完全你发文章 变成了要去求别人了 嗯 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不舒服了 嗯 就变成了一个 写论文 发表论文 去换取东西的人 我觉得这个没法说服我自己啊 那零几年左右是吧 对对对 就是在那段时间 我爸问嘛 你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 就有一天好奇怪的 我印象还记得那个时刻 从那个食堂里面打了一份饭吃完了 嗯 然后坐在电脑上突然间很伤感 就六月份的时候大概是 嗯 特伤感 然后就敲了那一篇 就是我有好的话要说 然后我就这样敲吧 也没想他的文体 也没想选材 啥都没想 就接着写写 就写了二十多天 一股蛮力 对 哈哈哈哈 这本书是一本放学的文章 就是不知深浅 也没有那么多规训 就是一股脑把你的经验全部倒出来了 它就让你好像特地地唤醒了 用那种方式 哦 就说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就只注重那种目标感 但是一个人的意义感 它不是用远方 我就能够建构出来的 哦 以前没这个感觉 嗯 后来回过头去看 其实你做的事情 哈哈 你看我 其实我虽然说七岁多之前 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书 不认识一个字 就跟知识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跟我外婆长大 我外婆比我大六十岁 我一直就听故事讲大的 嗯 听老人讲故事 所以我从小的话 我的脑子里面就是 不同时代的人 在我的脑子里面走来走去 可能对我是另外一种词养 所以这真的很很神奇啊 就那种小时候的文化基因 会一直伴随着你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在你身边里面 走过和经过的东西 它其实一直在的 包括很多印象片刻式的 某个人说的某句话 只要是在你的生命里经过的 都会留下烙印 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苏醒 对 但是呢 生活经验呢 他其实不能拼命的就饶他的 你不能说有事没事 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写一遍 有事没事就拿出来写一遍 他那个放学试是不可持续的 我就觉得他是出疹子 就是人一定要出完一次 其实你让那些你的学生写的作文 不是帮他们出这个东西吗 情感和那种感受的疹子出一次 其实有时候你让孩子 彻底的释放一次 他就会彻底的长大一次 我真的觉得写作对孩子的成长 特别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契机去回忆 去分析自己的成长要素 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你真的仔细去想的话 还是蛮难的 能旁观自己的生活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教育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拼命地去鼓吹一种假装的东西 但是他就不教小 还观察身边的东西 这很要命 尤其今天大学里面那些学生 你就觉得他们的生命被掏空了 就像一个空心人来到了你的身边 带着塑料的气味和电子产品的气味 我真的就这种感觉 而且从小引导他的就是答应化的嘛 那个对人伤害特别大 这些房子以前都没变过 其实这一栋是我们以前的教学老 我上初中的教学老 他高峰期的时候有二十一个班 超过一千个人的 对对对 等于镇上最大的中学 对对对 对镇上最大的中学了 对 哇 很亲切吧 很亲切的 挺亲切的 一直干嘛 要拍你们呢 拍我们 拍我们 为什么要拍我们 拍我们 玩一下咯 上课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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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比你们小时候乖还是不乖 他们看着 难说 嗯 他们还是很天真啊 味道还是跟我们这个时候差不多啊 青春挡不住啊 哈哈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中学生 我就觉得我们那个职业要像的孩子啊 嗯 很多就是从这里出世的 是是 特别明显跟人感觉 对 这一天都要热是吧 其实我觉得一个最需要解决的 那种情感 嗯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间 一个小孩的那种很敏感 很脆弱的情绪 他是特别需要呵护的 嗯 但是农村的孩子 长大的过程中间 哦 那个心理这一块 就情感和精神的需求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忽视的 嗯 这个我觉得特别明显 比如说我印象中 就是有一些孩子谈恋爱嘛 高中的时候 那学校的整个学校的管理都是 就是一刀切 我就印象很深刻 有班上有个同学的妈妈 就直接就到车子里面来拿个东西 就把他的锁撬开了 就很粗暴 其实父母不是不爱我们 他们就是因为孩子多 事情多 家务多 嗯 然后要面对的麻烦事又多 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能力 来照顾你的情绪 对 但是这种 从90年代开始 就是打工的外出多了嘛 嗯 尤其在大学里面教书了以后 我看到他们作文以后 我就觉得 有些甚至还比不上我们那个时候 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 虽然说父母不会说管的特别多 但事实上 你还是有安全感的 首先你生存没有太多问题嘛 爸爸妈妈又在身边嘛 或者爷爷来了嘛 你不会觉得要跟他们 就长久的分开嘛 其实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对 现在很多小孩都觉得是孤立 自己的完全孤立的成长起来 对对对 那我有个小孩的作文 我就记得很深 他说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嗯 他就这样写的 他说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是 我记得上次在深圳 我看那些学生 讲自己一个人骑摩托车很快 真是 对他有点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对待自己的生命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在最敏感 最粗弱的时候 父母都不在身边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嘛 嗯 就是我们当然看着提心吊胆 但是他 他就这样处理 而且他觉得理所当然了 嗯 而且也没有父母去管制这些事情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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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